我叫Pepa 而他就是我弟弟George 他就是G太太 他是G先生 我是Pepa Chloe的大朋友们 Pepa和家人一起去探唐姐姐Chloe 我真的很喜欢和唐姐姐Chloe一起玩 Chl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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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好嗎 他們是我的朋友 松鼠Simon和熊仔Berlinda 你可以叫我Sai 也就是Simon的簡稱 而我就是B 也就是Berlinda的簡稱 我叫Pepa 那我們叫你Pear 他是我弟弟George 那我們叫你George 為什麼你沒有跟我們說過有BB表弟表妹的Chloe 我現在已經不是BB來了 但是你們真的長得很小 我長大了 George才是小小 不如我們玩遊戲 好啊 不如我們玩玻璃璃 不要了 我們已經不再玩BB遊戲了 我們差不多是大人 不如玩是呀不是呀遊戲 什麼是是呀不是遊戲 很簡單啊就是我問問題你回答問題 這樣也算是一個遊戲嗎 總之你不可以說是呀或者不是呀 那就簡單了 那你是不是真的肯玩 是呀 你說了是呀 這樣不公平 我還沒準備好 B 你是不是準備好了 是呀 我又贏了 Pepa玩 是呀不是呀遊戲真的很厲害 那我是不是可以問你問題了 當然可以了 我什麼都會問的 你是不是真的不介意的 我完全不介意 那其實我是不是可以讓你回答不是呢 我不覺得你可以 我放棄了 為什麼你可以一直贏我呢 簡單 只要我記住不說是呀和不是呀 我贏了 你說了是呀和不是呀 又多好玩 不如我們玩其他遊戲吧 你們有沒有玩過夾沙甸魚 什麼 找人躲起來 然後所有人一起找他出來 就這樣聽起來 好像和玩捕捕捕捉差不多 但是如果被捕捉到 記住不出身 讓對方和你一起躲起來 直至所有人在一起 就像在罐頭裡面的沙甸魚一樣 那好吧 一起試試吧 George 你先躲起來吧 1 2 3 George 在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 9 10 數完十了 我們來吧 George 我看到你的戀魔的尾巴了 Pepa和George 現在一起躲起來了 你躲起來了 George 找到你了 現在Chloe、Pepper 還有George 逼在一起了 走開一點 讓我找到你們了 現在連Belinda也逼在一起 走開一點 現在我們就像罐頭沙甸魚一樣 他們究竟去了哪裡呢 驚起來 都夠了,不要再跑來跑去 好啊 我們就一起放鬆一下 你說放鬆啊 是什麼呢 你這樣還要問 就是坐下聊聊天 我很喜歡聊天的 那大家不如說說音樂吧 我這個人比較喜歡藍調音樂 我不同 我喜歡紅調音樂 我比較喜歡綠調音樂 不過我們也不喜歡小朋友音樂 不喜歡… 輪到你說了 你喜歡什麼音樂 我就喜歡這些 是很大聲才會聽的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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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夠了 是時候回家了 哦 你們很快又會再見到Chloe 因為我下星期會去你家探望你 Pepper 我們可以一起去嗎 當然可以 不過我們會玩遊戲 好啊 我們喜歡和Pepper George一起玩遊戲 好啊 好啊 其實大家就算長大了 都一樣可以玩一些很開心的遊戲 體操班 Pepper和他的朋友 今天一起上體操班 看看你們是不是全部都穿了體操衣 Petro今天穿了一套超人衣 Petro 你那套體操衣在哪裡 這套衣在家裡 因為我以為今天是扮演一套 好啊,大家跟著我啦 這裡是體育館 是大家的爸爸和媽媽 經常來做運動的地方 大家是不是很開心呢 是啊,很開心啊 大家聽著 今天的體操老師就是兔爺爺了 他在哪裡 各位小朋友好嗎 你們準備好做體操沒有 準備好了,兔爺爺 好… 我們是不是都要這樣做的 不是,只是給一些像我這樣的運動員做的 不是給你們這些小探險家做的 我們都不是探險家來的 我會令你們成為探險家 但是你… 你看來好像一個超級英雄 我知道是假裝的 就算假裝都假裝得很好 好了,現在熱身先 我們可以開始了 開始什麼啊 就是你們的探險家 好,聽著吧 我想你們幻想一下這間房間 其實是一個森林 但是這裡不像森林 而且哪裡有樹 你們現在幻想一下 有樹、有雨 有急速的河流在你們腳下面 首先你們要力險的是在這條木上面走 走過急速的河流 很簡單而已 但是現在是晚上 還要很大風 什麼 其實我之前也試過 那晚是一個又黑又大風的晚上 我自己一個去了探險 預備 但是現在也不是晚上 也不大風 你們先幻想一下吧 大家很安全地走過幻想出來的河流 太好了 這麼多位小冒險家都做得很好 接著我們要做什麼啊,兔爺爺 接著下來就刺激了 因為大家要用繩子 飛過這個很多鱷魚的招責 我看了很久都不見有鱷魚 你要裝見到 你們要讓鱷魚知道誰比較威風 快點走開 你們有這麼壞的鱷魚 就是這種精神 那你有沒有試過 用繩飛過有鱷魚的沼澤 當然試過 你當時怕不怕 當然不怕,他們比我還怕 準備好了嗎?你們記得一定要叫 對呀 大家很安全地飛過幻想出來的鱷魚沼澤 做得很好 接著我們要去探險些什麼 這個是一個洞 所有運動家都要越過它 就像這樣 你們幻想一下這隻其實是恐龍 你們要在它腳下面爬過去 那你有沒有試過在恐龍的腳下面爬過去 什麼?兔爺爬? 當然有 有一次當我走進森林那一層 一個不小心 掉進了一個恐龍世界 就是這樣 好,你們已經離開森林了 好 怎麼樣?小朋友 大家上體育堂上得開心嗎? 開心,呈名太太 他們現在已經是真正的小探險家了 我們走過急速的河流 而且還飛過了有鱷魚的沼澤 還有我們在恐龍的腳下面爬過 太好了 我很喜歡跟兔爺爺順帶你抽筆 黑莓蟲 Peppa和爸爸媽媽在豬爺爺和豬媽媽家裡 今天我準備做一款蘋果黑莓奶酥 很滿意 你們這群勇敢的探險家 幫我找些水果回來 沒問題 這兩個籃是用來裝蘋果的 我們這些小桶就用來裝黑莓 先做些簡單的事 就是抓蘋果 待會大家數到三之後 一起搖一棵樹 一、二、三 接著最窄黑莓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只吃蘋果奶酥 因為我的黑莓一樣很好吃 爺爺 那好吧 那就要辛苦大家了 我們現在到了黑莓蟲 這個黑莓蟲我小時候已經在了 只是過度生長的雜草 其實我早就應該脫掉它了 爺爺 你為什麼這麼不喜歡黑莓蟲 當然 我不喜歡它這樣看著我 爺爺不要這樣 黑莓蟲又沒有惡意 更何況它生了這麼多好吃的黑莓 George 看到樹上的又大又多汁的黑莓 George 看著 要小心點別弄傷自己 要摘上面的黑莓 就要用這支棍幫忙 爺爺真的很棒 記住 生得最高的黑莓只是最好吃的 你明白為什麼我要拿糖梯吧 小心啊媽媽 不要騙得那麼遠 放心 我小時候已經是這麼一堆黑莓 我不會有事的 是的 但是你已經不是小時候了 我知道怎麼做的 糟了 朱太太不小心掉進黑莓蟲裡 媽媽 你能不能出來嗎 不行 我已經卡住了 你現在的情形 就和睡公主一樣卡住在荊棘床裡 什麼 在很久很久之前有個睡公主 她很喜歡睡覺的 有一天她無意中在荊棘床裡睡著了 她就這樣在那裡睡了一百年 你說的這個故事很好啊 Sussie這麼巧來到了 Eppa 你好啊 Sussie 你好啊 告訴你 我媽媽運在黑莓蟲裡 說不定她會在裡面睡一百年 那就好像睡公主那樣 然後有一個很有型的王子 親了她一口 最後救了她出來 真的想不到我媽媽會有一個 這麼歷險的人生 我也很希望我媽媽 就像你媽媽那樣 有沒有人可以想想 怎麼救我出來 不用擔心的媽媽 因為一百年之後 會有一個很有型的王子來救你 我就是那個很有型的王子 爺爺 你可不可以借一把大剪刀給我 那當然可以了 英勇的豬先生靠你 麻煩你站後一點 黑莓蟲看我怎麼收拾你 我的王子 我的公主 怎麼會這樣 你應該要困在裡面一百年 但剛才我已經困了很久 媽媽 你現在真的好像黑莓蟲 我以為這樣的情況 只會發生在我身上 站定了 我們要摘黑莓了 我想我們要快點拿些沙果給媽媽了 媽媽 媽媽 媽媽經歷了一場歷險 之後媽媽跌入黑莓蟲鬥 她看起來真的很好笑 她很大聲地喊 救命… 幸好最後爸爸把她救了出來 講完 謝謝你, Peppa 那個故事你說了這麼多一次 我想大家都聽夠了 但是真的很好笑 老實說, 經過這次之後 我以後都不想再見到黑莓了 那就是說你不想吃蘋果黑莓奶酥批 想呀 很好吃 朱太太真的很喜歡吃蘋果黑莓奶酥批 大家都很喜歡吃蘋果黑莓奶酥批 不會吃蘋果的 吐氣 Peppa和George今天去了蘇姨家玩 Susu和Sasa用一些黏土砌了一座叢林 而George用黏土砌一隻恐龍 Peppa和Soly和娃娃一起玩野餐 你最近很好,侯先生 你口不口口,想不想喝茶 侯先生說口 侯先生,請問你知不知道暗號是甚麼 暗號是…謝謝你 原來我們這裡沒有茶具 不是問題,還是我們用黏肚塗一套茶具 是呀 George,你們可不可以借些黏肚給我們 不行 George,莎莎,麻煩你們幫忙 我們要砌一套茶具沖茶飲 不行 其實你們可以幫我們砌的 我就會做一個茶壺 我們一人做一隻杯 看看,這樣侯先生就有茶飲了 這個茶壺不夠硬 真正,真正的茶壺一定不會這樣的 我知道,我媽媽會做真正的茶壺 因為她懂得做陶器 媽媽,我們需要一套茶具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做嗎? 要有茶壺和茶杯 因為我們要用它來沖茶飲 好呀,跟我來 這裡就是巴馬太太做陶器的地方 我們現在開始做茶具 這是什麼? 是黏肚,所有陶器都是由她做出來的 她軟軟軟的,像我們玩的黏肚 因為它那麼遠,我們才可以做造型 等它乾了之後就會變硬了 巴馬太太開始在鑽盤上做茶杯 完成,一隻茶杯 照樣看,真是很容易做的 你想不想嘗嘗做? 我當然想 是看著它 看著它畫上滑滑滑滑的 這次大件事,怎會這樣 在鑽盤上做茶杯,真是一點也不容易 要做茶杯,有更簡單的方法 首先把黏肚搓得像一條很長的蟲子 像這樣 它看起來像一條魚蟲 I'm a butterfly worm I'm a butterfly worm 我製作橡皮, 我製作甚麼 今天我製作橡皮 然後就要把它不停繞圈 但看起來有點凹凸 不要緊, 現在我就用手弄滑它 然後幫它加一隻杯柄 茶杯完成了 那就是我們有兩隻茶杯了 對, 但是一套茶具 不僅有兩隻茶杯 我們再製作幾隻茶杯 好啊 恐龍 George又製作一隻恐龍了 George只會做恐龍 你的恐龍很可怕 現在我們就要把茶具放進窯裡燒 其實窯是一個可以把黏土焗到變硬的燒爐 這套茶具應該做好了 好啊 然後就要上顏色 大家現在在幫茶具上一些鮮艷的顏色 這套茶具終於完成了 完成了, 我們現在可以沖茶喝了 沒錯, 每個人都有一隻茶杯 糟了, 我們忘了製作茶壺 有辦法, 我們可以用George 製作出來的恐龍當茶壺 沒錯, 我們先把水放進去吧 我覺得這一套是世界上最好的茶具 當然了, 每個人都知道最好的茶具 一定要有一隻恐龍在裡面 茶壺 紙飛機 朱先生正在收拾東西, 準備上班 好了, 需要的文件已經大齊了 再見 再見了, 爸爸 媽媽, 我們可不可以製作一些東西 可以, 你們想製作甚麼 恐龍 George, 你說甚麼都是恐龍 沒有其他了嗎 不如我們製作飛機 George, 很喜歡飛機 我們可不可以製作一隻懂得飛的飛機 可以, 我們需要一些紙就行了 我們知道哪裡有紙 在工作室裡面, 有很多舊的紙 我們就用這些紙了 太好了 有了紙了, 朱太太現在開始接紙飛機 把紙由左至右對摺 把兩個角向中間條狠摺 之後再向內摺多下, 形成箭咀 然後就這樣向內對摺 這個是紙飛機 我們看他們飛不飛得到 準備, 抓緊吧, 起飛 朱太太的飛機飛了上一棵樹上面 到我了 WEEE 而Pepper的飛機就飛了進花盆裡 到你了, George WEEE George的飛機在空中轉了個圈 然後飛了進鴨仔池裡 哈哈 不如我們接一隻大一點的飛機 那我們需要一張很大的紙 哈哈 這裡有一張很大的藍色紙 哈哈 Pepper和George接了一隻很大的藍色飛機 哈哈 是Daddy 你們多好 你不是去上班嗎 是啊 但我漏了一些很重要的文件 沒拿到 Daddy 我們在接紙飛機 我們還接了一隻很大的飛機 嘩 真是很聰明 要大隻又有力 才可以令飛機飛到 準備 觸實 起飛 這隻這麼大的藍色飛機 真是很厲害 飛得又高又遠 它還一直在飛 再見了, 飛機 好 我現在要去找我那些重要的文件 有沒有人看到我桌上的文件 不如你跟我來這邊吧 這張是不是你其中一張文件 沒錯, 是其中一張 那這張是不是你其中一張重要的文件 爹地 沒錯, 麻煩你, Peppa 為什麼我們要來鴨仔遲到 哦, 我明白了 鴨太太, 麻煩你 現在還有最後一張沒找到的 是一張很大的藍圖 是不是很大張的藍色紙 是不是好像你剛才訂去 很遠的飛機 那樣的, Daddy 哦 剛才我們還跟他說再見那張 是呀, 我想要打電話回去公司 這裡是朱先生的辦公室 你好呀, 朱先生 你找到那些文件沒有 我已經找到一部分 其實我們只需要最大的藍圖 但是, 出了一點點問題 爸爸扔走了那張紙 什麼? 你扔走了? 接著他就一直飛, 一直飛走了 啊, 張圖在這裡 他剛剛掉在我的桌子上 蛤, 你竟然 把那張紙接成飛機 然後扔給我們 那真是很有創意 哦, 是呀 其實, 我不怕說 我一向都很有創意 謝謝你, 朱先生 既然現在張藍圖已經在公司 那朱先生, 今天就不用再回公司了 唉, 真是好 爸爸, 我們想要來這份報紙 要來做什麼? 還要問嗎? 當然要來接飛機 Papa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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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apig